老师我们想问一下就是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有没有什么小秘法 可以让我们运势圆满 什么都好烦恼 充满正能量 让我们算一下 我们到底要争还是不要争 好啦 其实呢 如果有不报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不要争 比较好了 不要争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一个 开运的小秘法呢 其实跟我们的年运呢 很有关系哦 我们知道今年是2019年呢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 其实已经第四季了 然后呢再过几个月呢 就马上呢 就要到2020年的庚子年 那其实呢 2019呢跟2020年呢 都是天干地支的地支呢 都是属水的一年 代表什么呢 水为财哦 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呢 都一定要 为了健康一定要多喝水 运气要好呢 也要多补充水的能量 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你觉得呢 2020年呢 庚子年呢 庚子年呢就是老鼠 老鼠呢是12生肖的头 如果呢你要抢得先机 然后要往12年的话呢 在鼠年一定要多布局 怎么布呢 平常你用的水杯 放在哪里呢 放在呢 如果你要求财运的话 放在刻有 黄财神心咒的这个杯子 例如说呢 像这一个白色的呢 它就是上面刻了很多的 黄财神的一个咒语 就是 然后它有很多的经文 所以你平常把水呢 放进去之后呢 它就会有柴水的能量 那你把这个能量呢 平常呢 就是出门在外啊 谈业务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平常把水 放进去之后来补充 那尤其呢 像冬天的时候呢 冬天的水的气又比较多 因为属水嘛 所以你可以放一些温水 平衡一下体内的阴阳五行 也很好 所以呢 如果说你在庚子年呢 或者说今年的2019的第四季呢 想要补足财运的能量 你可以呢 在保温杯上面呢 选这种有 磕上皇财神心咒的 这样的杯子 可以帮助你呢 补充好的财运 2020年呢 然后开启呢 很多的贵人跟桃花的话 你就可以选定呢 这个杯子上面呢 有一个咕噜咕噜佛母 就是座民佛母 那座民佛母呢 在藏传佛教来讲呢 它就是在帮我们 掌管人员跟桃花 这方面的一个功德跟利益 如果你想要让你的人员 桃花也很好的话 你可以呢 用咕噜咕噜咧佛母的心咒呢 把它刻在这个保温杯上面 如果你要让你的2020年呢 事业呢 得到贵人抢得先机的话 都可以用这种金色元素的 因为庚子年呢 庚呢就是属金 所以呢 白色也属金 金色当然也属金 这个可以接到我们在 属年的一个天运的能量 那接下来呢 如果你想要 让你障碍可以去除 所以这个时候呢 会很建议大家呢 平常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话 你除了可以多祈福之外呢 你也可以多念心经 因为心经呢 是260个字 言简易风 很好念也很好背 所以呢 你平常可以多念心经呢 你大概念一天 念个三遍呢 你会发现 你的心也跟着静下来了 那这个心经呢 把它放到保温杯上面呢 其实心经呢 在佛教当中 有时候他们在修法的时候 心经是一种除脏 所以当你的障碍很多的时候呢 或许你没有时间念 那你就可以把它装在这种 装在很多的时候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念经 你可以把它放在 把水呢 放在这一个水杯里面 就好像很多人 我教人都常念这一字 念错 没错 没错 所以像很多时候 有些人在做法会的时候啊 他们会把这个水呢 放在这一个杯子里面 然后他们会持送大杯之后 它就变成大杯水 所以呢 现在有很多的一个方便的法门呢 大家都可以参考 把这个水呢 放在这个保温杯呢 也可以得到开韵 那外出的话 可以带保温杯 那如果在家里的话呢 像这样的一个马克杯呢 你也可以去把它印在上面 也很方便 家里的话呢 像这个的话 就是柴神杯 上面有很多的古铜鞋 然后有很多的柴神种子质 代表什么呢 你可以喝出柴韵来 这是柴水 然后呢 这个也是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心经 心经的杯子 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在2019年下半年 2020年呢 想要抢得先机的话呢 大家可以用这样的开运的方法